小二 你妈最近没给你搬出宿舍了吧 买 我答应她好好规划零花钱 一切与健康出发 她们同样继续抓零五啦 我看你最近买了不少美丽废物啊 这还叫不乱花钱 什么呀 她又不知道 你俩个妈 咳嗽啊 妈妈 我还抽查你 有没有好好规划健康生活 当然 买这么多玩偶 还算好好规划了 跟我走 不不不 这是 小美的 是 是我这放不下了 顺手放在唐米桥的位置上 是小美的 你新买了二十个蛋仔皮肤 这总解释不掉了吧 这些皮肤 都是白雪买的 看在适用情分上 当你背播一气吧 阿姨 这些皮肤确实是我买的 可我记得 白雪你不打游戏的 但如果是唐米桥自己冲的 拉你出来背锅的吧 其实是 唐米桥玩游戏玩得少 我玩他的号比较多 所以就用他的号码皮肤了 没错 没错 好吧 说好每顿都要吃的营养之容了 你就吃泡面 必须跟我走 我 是我吧 嗯 阿姨 我爱吃垃圾食品 这一粒粒也是我吧 米桥在宿舍从来不吃这些 真的假的 你谈米桥的尿性不应该啊 千真万确阿姨 为了遵守约定六代二零五 米桥每天按时吃营养丰富的三胎 就算我和他一起吃了一几十病 他也不动摇 而且从来不跟我们一起乱刮钱买东西 是宿舍轻箭节日的飙兵啊 宿舍长居然为了我 赶紧背下黑锅了 好吧 瓜瓜你是好孩子 阿姨相信你 阿姨 对不起 但我不能眼看着你把米桥带走 其实我这一次是想带你出去吃点好的 再给你加点零花钱的 这么一看 你也不需要 继续保持吧 别走阿姨 对了 嗯 你们几个用零花钱补节制 还都不健康 我这就给你们的妈妈打 零花钱减半 喂 包包咪 小米 超累大家了 再来让雨桥留在阿姨 这个背锅的代价也太大了吧 就稍为 坐在那里 我们这边 我们再给我们 坐在那里